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让题的一个分析 这道题呢其实图形我们看到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考试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要这么简单的题 原来只给我们两条线 考试的时候可能是两条线 然后再加点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可能再加一个领图或者再加一个驻图等等 那我们就先看你只有想出一个两条线 我们应该怎么来把它给说好 如果我们考课雅思的话 大家肯定会想说这道题还有两个公司 一个S公司还有一个外公司 那我们肯定是S公司和外公司分别 也是需要把它分别的走势还有数值都把它介绍一下 然后呢S公司和外公司的一些对比关系 我们也需要把它给交代清楚的 比如说S公司它是在06年开始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增长 到了24年到了什么一个数值 然后外公司跟S公司的走势是不一样的 外公司在06年到15年的时候它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 然后在15年到24年的话 这个增长是一个比较剧烈的 然后在其中23年的时候或者24年有一个点 在这个点上外公司是超过S公司 这个点我们也需要交代 所以说如果我们写雅思的话 可能需要包含的内容就很多了 两个图的两个线的走势 还有两个线的起始点 还有外公司开始增长的这个15年这个点 还有23年超过S公司这个点 一共有这么多点 那我们在40秒的时候肯定是说不完这么多东西 那如果我们吃完这么多东西